这是哑巴母亲第一次参加家长会 但她全程尴尬 她其实会说话 只不过所有人都用英语交流 但她不会英语 别的家长过来打招呼 她只能摇头晃脑的假笑 女儿看着很难堪 班主任过来表扬孩子 开口就被打断 女人羞愧地问 能不能讲印度语 因为她一句也听不懂 老师无语 只能笑着说 那就用印度语吧 女儿更难堪了 回家路上 女儿忍不住对她发火 说她不该来 让自己丢脸 女主很伤心 但只能强忍泪水 把头扭到一边 她已经习惯忍受 家人对她的不满 早在她跟女儿说 是她参加这次家长会时 女儿的第一反应是 女主实在不懂女儿 为何这么看不起她 但她知道 不止女儿 丈夫也是如此 要不然身为老板 怎么从不带她参加应酬 天天让她安心在家 其实就是嫌弃她不懂英语 在印度 印度语是国语 但说英语的才是上等人 虽然女主洗衣 做饭带孩子 把这个家操持得井井有条 可不懂英语 她就在这个家 永远低人一等 而这天 一个电话 更是把她的生活 推向深渊 女主外甥女要结婚 邀请她们家去纽约 女主还没来得及高兴 坏消息就来了 女主姐姐让她提前 过去帮忙 她懵了 不懂英语 怎么去纽约 而且是一个人 女主想让丈夫帮她 结果丈夫又是习惯性的嘲笑 是的 嘲笑越来越变本加厉 但这次 女主谨慎的尊严 终于被刺激到了 她决定 就算过去后马上被遣返 也要为自己争口气 很快 她就办好手续 准备登机 一个文盲出国有多求 看她就知道 没上飞机就开始闹笑话 带过去的面包和水 在过安全时通通被扣 好不容易坐上飞机 因为不懂英语 口渴了不敢叫服务员 飞机餐只能随便选 年用来消遣时间的电影 也看得一脸懵 还好 隔壁有个好心的大叔 他教女主按服务灵 请她喝葡萄酒 还给她翻译电影里的内容 陌生人的善影 第一次让女主感到尊重 到了纽约 家人也很热情 带她逛街 shopping 看着琳琅满目的新鲜事物 各式各样的时尚精英 女主的世界慢慢被打开 但很快 生活又给了她熟悉的暴击 这天 外甥女跟女主外出 因为有些事离开 只留女主一人 女主逛着逛着饿了 她走进一家快餐店 可轮到她点餐 她才发现 自己一个餐名都看不懂 憋了很久 终于憋出一句 店员傻了 这是来搞事的吧 她催女主快点 一催女主更慌 语无伦次的说要杯咖啡 店员翻了个白眼 问她要美式 摩卡 还是拿铁 但女主又没听懂 这时 后面的人也开始抱怨 女主吓得不敢出声 店员直接帮她点了杯美式 让她赶紧给钱走人 结果 慌忙之下 女主不仅撒了钱 还打翻了其他客人的盘子 群嘲之中 女主仓皇而逃 逃到路边 女主终于忍不住哭了 在家被家人嫌弃 在外被外人看不起 因为不懂英语 她成了一个 谁都能欺负的文盲 这时 外甥女看见她 从马路对面叫缓 女主抬头 刚好看到巴士上一则广告 四周学会英语 女主默默记下了电话号码 她一回家就打电话 尽管速成班的学费 几乎花光她所有的钱 但她没有犹豫 很快 她来到培训机构上课 刚开始还有点害怕 坐下来才发现 在这里没有嘲笑 同学来自世界各地 都说着结结巴巴的英语 老师让每个人自我介绍 轮到女主 她有点不好意思 说自己主业是家庭妇女 妇业偶尔卖卖甜品 老师一听很兴奋 说完 还教他们企业家的发音 女主一脸不可思议 这是她第一次受到赞美 回家的路上 她越想越甜 晚上 她急切地给家人分享喜悦 想不到丈夫一听 又是高高在上的讽刺 说你到美国还给人做小吃吗 女主刚刚萌发的自信 一下被摧毁 好在 这一次女主没有选择逃避 她知道要赢得家人尊重的 唯一方法 就是学会英语 她开始拼命学 每天她都找各种理由早早离家 看到什么单词都要读一下 还主动邀请同学去看英文电影 当一个人全心去做一件事时 往往会产生不一样的魅力 渐渐地 班上一个法国同学被她吸引 男人每天找借口跟她一起 两人也很聊得来 可这天 当他们又一起回家时 被外甥女撞见了 她以为女主出轨了 一直被丈夫嫌弃的妻子 遇到一个有着同样爱好浪漫的法国人 这法国人也对女人有好感 每天找借口跟她一起回家 但这时终于被女人的外甥女撞见 外甥女悄悄找上女主打听 瞒不住的女主 只好告诉她学英语的事 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外甥女 听到非常惊喜 她一直以为女主是个传统的女人 想不到也学会抗争 可惜 女主的改变依然没有被家人看见 这天 女儿在家翻找杂志 找不到又打电话质问女主 与其越说越激动 甚至开始冤枉女主乱动自己东西 习惯了冤枉的女主善意提醒 是不是又丢柜子里了 女儿果然找到 但她不仅不道歉 还又把罪赖在女主身上 就是因为你不时自才藏起来的 说完直接挂断电话 这彻底激怒的女主 她实在不明白 就算她文化水平不高 但她毕竟是母亲 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她越想越气 第一时间想到找法国人诉苦 两人来到一家咖啡厅 点了一大堆吃的 这时 对面的法国人惊喜地发现 女主已经能流畅地用英语点餐了 很快 培训到了最后一周 结尾有个考试 通过就能拿到证书 可女主一问 才发现考试日期 就是外甥女婚礼当天 她还没想好要不要考试 家人又给她第二个意外 他们提前一周来到纽约 而小儿子再一次踢球时 意外摔倒了 等女主上完课回家 儿子已经从医院回来 习惯被伺候的丈夫 对此很不满 她嘲讽女主 看来你不懂英语 也能活得很独立吗 种种不理解 终于把女主逼回贤妻良母的身份 而这也很快受到丈夫的肯定 但对英语 女主还是做不到真正放弃 离外甥女的婚礼越来越近 她打算先安排好婚礼筹备 再去考试 谁知就在女主把所有甜品准备好时 甜品全毁了 看着一地的残渣 外甥女安慰她 说可以从甜品店买 但女主沉默了 这是不是上天的安排 她决定要亲手重做 因为她清楚 她来纽约 最重要是要让外甥女 有一个完美的婚礼 而不是来学英语 只是 谁都能从她眼中看到遗憾 这盛大的一天终于来临 婚礼一路圆满 很快到最后祝福的环节 这时 外甥女特地点名女主 让她给大家几句祝福 女主刚准备站起来 却被丈夫按住 自作主张地替自己道歉 你看 纵使她多么善良 多么贤惠 只要她不懂英语 她就是那个被嘲笑 被嫌弃的文盲 但这一次 一直逆来顺手的女主终于醒了 她拉住丈夫的手 站起来 用不流利但清晰的英语 坚定地捍卫自我的尊严 Life is a long journey Mira sometimes you will feel you are less it means marriage is finished no family will never put you down family is the only one who will never laugh at your weaknesses family is the only place where you will always get love and respect 只有家人会永远给你爱与尊重 听到这一句的丈夫 女儿 沉默地低下头 此时他们终于意识到 过去的行为 是多么无情和傲慢 而被邀请来的老师 则激动地站起来 宣布女主通过考试 是的 这个传统女人 终于得到了她该有的尊重 最重要的是 她终于学会真正地 接受自己 喜欢自己 这无关她会不会英语 这关于她心中不停地爱